这就是继续这个 先看一头金毛 第二个是荷兰木 荷兰模样犬 第三个 这应该是个纯黑色的登德 还是个杂交犬 看尾巴还跟马犬似的 很有可能是混这种犬 我们的男主角了 男主角出来了 这个视频 跟前边是 同一个场季 但肯定不是同一天 看都穿上厚衣服了 这下半段这个视频 是做了一个圆季等待 长时间的圆季等待 得有六分钟 得五分钟 应该是五分钟 好 司徒全各就各位了 然后主人去那边 然后全圆季等待 也好位置 等待台盘的号令 都是以标准的座子 坐在那 好 全主们过去 全圆季等待 这个过程很乏味 因为人跟狗都没啥事干 但是都不能动 我在这里说一下 其实我最早想找一个巨型学纳瑞 那个 任用三的比赛视频 但是我找了几个巨学 任用三的巨学 但是都没有这个视频 所以我就发现了一个标准期的 学纳瑞的这个服从视频 感觉很不错 就把它整下来了 在欧洲啊 这个巨型学纳瑞 跟标准学纳瑞 这都是工作权 但是这个小企的学纳瑞 就是咱们平常所见的那个 它不是工作权 它是后来就是 因为学纳瑞这种犬非常受欢迎嘛 就又杂交 然后被杂交繁育出来了 更小的一种 就是玩具企的 就是我们通常见的小企学纳瑞 小雪啊 小雪 标雪 巨雪 巨雪跟标雪 都是工作权 但小雪不是啊 很乏味的等待 到那个视频结束 还有六分钟 这期间我得找点话说 不能得尬聊 我们看这头牧羊犬 看这个荷兰牧羊犬 嘴巴发白了 其实这个荷牧跟马犬 这一点非常接近 叫做什么野草基因 野草基因就是 就跟人那个头发发白的基因也是 这个狗呢 他年纪大了 他这个嘴巴和他四肢 就是爪子 也开始往上白 往上翻白 等到十几岁的时候 他这个脸也白了 腿也就白了 最远的那头是个金毛 你看他 直接就是近乎于白色的金毛 这种金毛在国内很少见 因为它是一个英系的金毛 个头更大 更注重于这个工作性能 我们国内大多数都是美系的金毛 什么枫叶红之类的 它个头小 但是那个毛更长 那个颜色更鲜艳 更漂亮 更加适合中国人的审美 但凡是有美系的狗 包括杜宾 金毛 史宾格 是吧 美系的它都是 共注重观赏性 而这个德系英系 它就是共注重这个本质 就是共注重这个烈性 也可以说成工作性 毕竟是英国史宾格 英系史宾格 我们现在用的基督犬 童犬 史宾格全是英系的 包括金毛也是 美系的注重观赏性了 所以说它用于工作性能 就很差劲 裁判过来了 裁判应该是去那边 你们可以这个近距离的 看这个雪纳瑞 确实很可爱 这个颜色是 哎 趴下了 金毛趴下了 应该是犬主挨着叫 让他们趴下 荷兰木也趴下了 下面是只头黑犬 趴下了也 小雪了 不是 飙雪了 飙雪还在回头望 好 趴下了 鼠女趴得慢 你看看你 还打个哈欠 回头望 后边是不是有 没有 裁判 怪不到 一直回头望 裁判的 后背上衣服写着 SG SV 这应该是个全种组织 但是我搜不到 漫长的等待呀 快五分钟了 应该是五分钟的 这个圆寂等待 这不光是个圆寂等待 还带着一个远距离指挥 你看那三头全都很专心 就是这个雪纳瑞 老是看来看去的 这可能是这狗 这个视频的时候 狗还比较年轻 没有做到稳如狗 往后说稳如狗的时候 对稳如老狗 荷兰木也回头看 往这看 哦 裁判掐着苗表 应该时间快到了 好 裁判向那边去了 好 照回 先是我们的小雪 又走过凉了 你看看你 接着是我们的黑狼狗 好 你看人家不过凉 我们荷兰木 稳如老狗的荷兰木 荷兰木羊犬 最后是一用细金毛 大金毛 大金毛跟它主人一个发色 很飘逸 但是它这个靠 这个靠的动作是最漂亮的 好 结束 通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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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